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要准备正式出发了哈 今天出发的稍微有点晚 现在已经都下午了 我们还没吃午饭了 就最后收拾了一点东西 我们就这边来下个馆子吧 随便吃两个炒菜就走 然后今天到哪里都还没有想好 就往前开吧 随便开一会儿然后就找个地方停了 反正我们这次准备还是在川西这边玩嘛 就就还是玩四川 也走不了太远 好了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感觉很久没有用这个房车了 把这个给取开 还是阿贵自己就给抱的 这次呢把房车给带上 反正就是两个结合就完吧 也不是完全在房车里面 之前玩了露营还挺有意思的 这次就是房车露营结合在一起 这个技术还是没有伸缩啊 只是可能房车里面有些用的东西有点不习惯 房车没玩房车 这个头没用了 它还生锈了吗 怎么 还能用吗 应该可以 下次回来换一个头 你这边都没有了吗 奇怪 所以这个房车哈一定要经常使用 没多久啊 就这样子 好了我来这边吧 各位看着一点 之前我们不是一直从 入口过去的吗 先试一下 这边是推得去的 这个弯头还是够的 总是我们这个长度还是差不多 看一下 它本来是很轻松就会自己给出来了 但可能房车再长一点的话就没那么好出来 好了 这一次不一样啊 这一次是挂着牌照出发的 走吧 我们现在已经上高速了 今天我们准备到 这个服务区去停 因为上次我们在这个服务区停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专门停房车的地方 我们这次就拉着房车去看一看 对我看到当时还有水电装什么的 就好像是弄到一个房车营地 嗯 去看一下吧 因为主要是今天出发有点晚了 再往其他地方走的话 时间不合适 所以停在这边我们好好的修整一下 对 嗯 因为这几天有点熬夜 把作息调整一下 对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挺好的 出去玩玩一段时间 然后又回来休息几天 嗯 特别是在这个川西玩 基本上玩个半个月就可以回去休息几天了 真的感觉太方便了 对 但是我们这次拉房子嘛 我们就打算玩一个月 嗯 对 玩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去了 到时候也冷了 对 也不适合在这边玩了 那咋子水箱都结冰了 你也不好玩了 哈哈 好像是啊 你水也没办法用了 那就太冷了 确实是 玩一个月回去差不多快 所以我们就慢慢开过去 反正这边天气没有特别好 对 又到了康地亚那边天气就变好了 现在我们到天气人服务区了 没想到到这边都已经天黑了 期限也没有很晚啊 对 天气的越来越早了 嗯 点击前方 那咋子 走吧 我们先去找一个合适的停车位置 这边还有点下雨了呢 我们上次来这个服务区就看到 你看电子写的 房车停车区 我当时有点好奇 我就说来这后面看一看 当时人还蛮多的 我估计今天人会少一些啊 当时是国庆节嘛 有可能没有人 哈哈哈 我们现在下车来看一下 这个雨下的也不小啊 但是温度蛮舒服的 没有开 水电窗是没开的 对 那就是还没有修好我觉得 只是这个停车位很大啊 或者是不是扫码开啊 嗯 扫码付钱开的那种啊 是不是啊 拿个手机来扫一下试试一下 真的吗 有可能有可能 然后这个车是直接可以整个倒进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把房车给停好了 然后这边我们刚刚试了一下那个水电窗 它是有水的 电用不了 电显示的是还没有上线 但是它确实是扫码去弄那个 但是有水就可以了 我们车正好没水了 我们现在先来这边把房车水给加满 其实能用水就最好了 我就担心有时候不好加水啊 然后这边车位也是单独的嘛 就不会有别的大车啊什么炒就挺好的 相当于是个 房车引力其实算是了 它只要这个电桩一打开 它就是个房车引力了 我觉得服务区要是都是这样 配备好了那就真的挺好的 我们车旁边也有个拖挂 然后他们有一只狗狗 大魔依 怎么有点逗的感觉 他俩玩得还挺好 不过把妹妹就给牵着一下 房车的水就加满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上车了 哎呀 今天下着雨啊有房车还是挺方便的 不用就是马上去搭帐篷 可是房车还是有优点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看晚饭吃点啥吧 今天就早点休息啊 调整一下作息 这个服务区还是挺棒啊 可以直接停房车 如果有电就更棒了 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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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晚住房车哈 是吧 确实是 昨天只是在车上玩了一会 看今晚上你会睡点哦 先简单收拾一下 那时候拿了冷东西下来还没有收拾呢 这边有点乱 奥迪他也想跳上去 你能上去吗 上去吧 奥迪去试一下 上 阿尼 阿尼 上去 阿尼 上来 阿尼 阿尼 哎呀 看他两个这儿拔河 太好玩了 这生意有点厉害 哈哈哈 熟米都用 用劲了开始 其实他们是弄个玩的 玩吧 等晚上吃点啥呢 就随便吃吗 还是想吃点啥 都可以 所以我们买了点那个菜 昨天没买到 买点那个娃娃菜 多买了几个 下次煮什么面啊 粉啊那些 可以加点菜进去 然后 两个主角的 煎凉 等下给他们热一下 先放在这 等下来给他们吃 等下玩玩个的 此处非静止画面 哈哈哈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一起进去 刚才 哈哈哈 他们现在又跑到里面去一起玩了 你看 哈哈哈 看这两个在里面呆着也是很宽敞的 里面特别狂 只是这个门看起来没有那么大而已 但其实还是特别大的 哎呀 哎呀真的是随便怎么玩都玩不累啊 我发现妹妹特别喜欢进去 进去就趴在那个窝上面 这次专门大爷的这种窝嘛 它是软软的 然后比较暖和 它冷的话就可以进去水 今天晚上就看看它到底想睡哪里了 今天晚饭我们就煮一个这个螺蛳粉 我就是买了这个好环螺的 之前买这种加臭加辣的 我觉得这种味道有点太太重了 我就买这种好一点 这试一下我的心都会过去 就是可以用这种电磁炉也是可以的 对通用的 不就是电桃炉 这边喊满地就可以直接煮 两个人吃一段就行了 然后再加两个 加点牛肉丸 要说话了 阿哥现在那边煮着 我把这个投影给打开 哇真的好久没有看了 好久没用房车上的了 这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要是哪天天气好 我们到户外去用一用 那个感觉也是超级棒的 我们带了一个那种贝塔填膜 它可以直接用那个投影仪 它用木布的 赶紧试一下 反正我们这次玩就是也会 多综合一下露营的玩法 其实房车跟露营一起玩 你不单单就是在房车上 有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去户外 是吧 嗯对的 还可以加个菜叶 对我们这次带了不少的小白菜 还是带着这个 这其实能放蛮久的 好的啊 利亚你还记得到吗 之前有被撞到过一次头 她们每次叫朵了 几个月了她还记得到 银片呢 出房子 我去帮你 我会装起来 我心里硬一来是吗 你们俩继续 他们两个现在有点困了 看看 哎利亚你还进去啊 进去干嘛呢 感觉他们都在耍朋友是不是 弹琴帅的啊 你俩在干嘛呢 小玩玩具啊 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呀 这是我们的晚餐啊 然后狗狗的直接隔水加热 我们现在就是冷冻保存的 对 水烧开然后就可以了就可以关了 然后里面就热了 好我们就先来吃饭 吃饭 突然到房车里面这样生活就感觉特别特别温馨 对 边吃饭边看点电视 其实这个投影啊 比家里面看到这个电视要爽一点 就更有感觉 然后就是在房车上达到的这种效果 你把这个投影放到家里面的效果也要好 对 小空间比较温馨嘛 这边火可以调下来电了 其实可以 可以把火关了 水已经烧得很烫了 可以关了 等一下我们吃完就给你吃哈 没想到 以后趴在这儿的 以后在那个 窝里面玩 在玩玩具哈好像 嗯 吃了 吃点饭然后看他们两个在干嘛 这样子都能玩 哎呀感觉他们在啥狗粮呀 哎 说养着两只狗狗真的是很开心的 两个玩的特别好 我就有点好奇 他们晚上睡觉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现在是第一晚哈 看一下 翻译他们怎么睡 吃完饭了 免贵哥哥都睡着了呀 我本来是赶他们吃饭的 先把饭给他们准备好 然后叫他们起来吃哈 但你可能弄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 对 我感觉应该奥尼会睡在窝里面啊 嗯 嗯 来吃饭了 先放在这儿 奥尼出来 过来吃饭了 还在睡觉哈 坐 坐下 嗯 真乖 趴下 吃 神童步 好慢慢吃吧 这个直接放在洗碗机里面就可以了 不用再擦了 突然几个月没有住房车还有很有新鲜感哈 确实是 对 我们现在已经洗漱好了 然后回到床上 再开会儿电视就睡觉了 现在就开了一个这个氛围的 还挺温馨的啊 这个在房子正用来挺好的 嗯 然后他们已经睡觉了 看那样 他这个睡觉的姿势和我们一模一样 看着有点省笑啊 有点可爱 他应该就会睡在沙发上 然后妹妹呢现在是在窝里 咦 在这里 睡吧睡吧 睡觉呢 我再看一会儿就睡了 喔 1 1 2 2 5